加拿大这位拳王在华八战南风对手 对于中国八十公斤级的选手来说 这位拳手绝对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他就是来自加拿大的西蒙马库斯 四年时间在华八战全身的他 获得了地狱魔王的恐怖称号 在赛前发布会上 他公然挑衅咱们的中国选手 中国选手没一个能打的 都将会是我的手下败将 你也不例外 听听这嚣张狂妄的话语 不要以为击败了八次我们的中国选手 就敢这么肆无忌惮 总会有人来治你的 咱们的中国选手回应道 今天唯一的目的就是来打败你的 让你趴着下擂台 到时候可别哭着求饶 现场的气氛瞬间就被点燃了 咱们的中国选手不跟你废话 一个字就是干 在擂台上见真章 指挥洞口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就是我们的中国拳王方便 中国散打运动员 自由搏击界的领军者 在拳击界有着死神的绰号 当你看了他在擂台上的表现后 你便会发现 这个称号很符合他的实力 冷静而凶猛的拳法 凶狠的眼神都让对手心深畏惧 今天的比赛也是方便临危寿命 看看咱们的死神能否击败这位外国汉家 击碎他的不败神话 新来的朋友点点赞关注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中国选手的霸气 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 双方选手开始入场 率先入场的是这位来自加拿大的拳王西蒙马库斯 外表看去肌肉发达长得很壮硕 比其他的选手都要大上一圈 曾获得楼域冠军 莱恩菲轻重量级冠军 WPMF175棒世界泰拳冠军 2010年首次来花征战 仅用一回合就KO了我国的散打名将郭欣行 2013年10月在薄熙王者争霸赛佛山战 以点数击败中国的散打名将KO之王江春鹏 他的战绩还是很惊人的 同年12月在阿根廷举办的比赛中 以点数击败了阿根廷80公斤 及排名第一的达米安布江 将比赛记录刷新为36胜1品 22场KO对手 由此他就有了不败之王的称号 此后继续征战延续不败神话 战绩更是达到了39胜 紧接着出场的就是咱们的中国拳王死神方便 曾连续5年获得全国三打锦标赛 80公斤级亚军 第11届全国运动会三打比赛 预赛77.5公斤级第一名 2007年第二届国际武术 搏击拳王争霸赛80公斤级冠军 2008年世界功夫王争霸赛80公斤级冠军 在这个大级别的中国选手里 方便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猛将 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搏击的一面旗帜 他是中两级世界排名国内最高的自由搏击拳手 缔造了无数经典战役 还曾击败过泰国八十公斤级的 无冕之王沙希拉克 战胜过世界泰拳王好克莱 战功后后让人惊叹 今天的比赛我们的死神方便能否击败这位不败之王 赢得我们中国选手的面子 让我们拭目以待 双方选手都已经登上擂台 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 比赛正式开始 双方并没有进行太多的试探性进攻 几招过后就是互相换拳 加拿大选手主动发起进攻 和咱们的死神方便在擂台角落纠打在一起 我们都知道方便的拳非常重 马库斯连挨三级重拳 恼羞成怒犯规吸气了方便 这次的比赛还是马库斯降重参赛 所以身体素质各方面还是不容小觑的 两人都可以算得上是拳击界的王者 所以比赛的压力都很大 这一战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的关键 但方便的连续重拳 让马库斯无法做出恰当的反击 有力没出使的感觉 两人就打在一起 马库斯半摔咱们的中国选手 裁判健壮立马上前示意马库斯 警告一次 方便一个后手摆拳命中马库斯 紧接着一套组合拳跟上 马库斯被打得无法还击 逐渐变得越来越急躁 两人互相重拳对攻 你来我往 随后方便抓住机会 一记重拳命中 将马库斯击倒在地 马库斯倒在了擂台神网上 方便激动地举起拳头 场外的观众更是高声欢呼 裁判上前独秒 马库斯又重新站了起来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可以看出马库斯非常着急进攻 两人再次的缠抱在一起 裁判上前就是喊停两人 示意双方分开 禁止搂抱战术 随后方便看准机会 两次重拳再次击倒了 加拿大选手马库斯 此刻场外的气氛彻底沸腾了 观众欢呼雀跃 呐喊声持续不断 马库斯蹲在地上满脸愤怒的样子 没成想这次遇到硬查了 马库斯对着镜头轻面一笑重新站起来 比赛继续进行 这家伙现在多少有点猛 主动进攻方便 可却又被方便一记重拳打到围神上 随后上前重拳连击 再一次将马库斯击倒在地 就连解说员都以为比赛结束了 马库斯却向裁判表示自己还能打 最后一次的KO机会 死神方便再次上前主动进攻 重拳直击灭门 马库斯只能抱头防守 紧紧地护住脑袋 打得马库斯的摆架都松开了 方便丑准机会一记重拳打在对手的脸上 将对马库斯击倒在地 按照比赛规则 同一回合被赌秒三次就算输了 已经不需要再赌秒了 方便创造了奇迹 场下的教练队员都忍不住冲上台抱起方便 主持人郭成东抱着方便都哭了出来 方便激动的都躺倒在了擂台的正中央 此刻就是感到无比的放松 为自己呐喊 至今擂台 经过裁判一致裁定 方便TKO马库斯获得比赛的胜利 方便再一次地缔造了自己的神话 终结了世界第一拳王马库斯在中国的不败战绩 对方便来说 这不仅仅是二人的战绩 更是无法否及的荣誉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多点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